菩萨天天在唤醒我们的意识 神事 菩萨在帮助我们寻找真正的自我 要放掉假我 寻求真我 放掉妄我 寻求实我 追求人间的实相 苦空无常 放弃假空 空相和幻相 因为我们拥有的肉体都是幻觉 到了百年之后 一切都会化为乌有 这就是色 色即是空 真正拥有你神事的智慧 并拥有佛法的加持 才能看到真实的相 那就叫实相啊 今天跟你们讲一句 叫什么 形生菠萝菠萝蜜多石 菠萨是什么 菠萨大家知道都叫智慧 对不对 但是人间的智慧它不能称为般若 因为般若它在经文上面 它已经远远超过人的智慧 它是拥有真正的佛的智慧 所以它是有境界的 它是一种超自然的智慧 所以含义不同 它就没有把般若直接翻译成智慧 否则叫形生智慧 菠萝蜜多石了 听得懂吗 所以你们经常讲 哎呦这个人很有智慧 哎呦那个人很有智慧 且慢打住 那是人间的智慧 我们要学习菩萨 无上正等正觉的智慧 所以般若已经上升到佛菩萨境界的智慧 所以般若是什么 就是彼岸 般若彼岸 密多是什么呢 不是丰密多 密多就是离开远离 或者到达了 就是我们离开了执着和染着的心 就是到达了 就是离开了凡城 所以波罗密多就叫到达彼岸 心经当中说 心声波罗波罗密多石 实际上这句意思就是 一切为事所变 为事什么 就是说 你的意识在变化 所以你的一切 在人间 在你修行的路当中 你的意识起变化了 所以唯心所现 你的心就会随着你的意识而转变 一切都是在变化 这就是你的心想什么 你的意念才会显现什么 那么里边有一个波罗波罗密多石 石是什么 石就是使时间 这个时间就是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 只三个时间 用这三个时间 用我们的般若 那就是金刚经当中讲的 过去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 未来如果我们有般若 所以我们就会懂得 现在不可得 现在我们有般若 我们就会懂得 过去不可得 所以内心天天天在伤心流泪 回忆过去 想不通 想自杀 很难过的人 他们因为还在想得到过去 那么就离开了波罗 所以这个波罗波罗密多石 就是过去时 现在时 未来时都不可得 所以说 形生波罗密多密多石 学佛人 要懂得去掉自己的妄念 存下 就是存在你心中的真诚 寻觅与生俱来 本来就存在 以虚幻当中的本性 要跟着高僧大德学 深不可测 用无止境的佛法 减少人间的欲望 慢慢地 用自己的定力 去除欲望 叫去假存争 大家明白了吗 走正确的人生路 走回天上的路 走回我们至上最深的源头 佛缘就是你来人间的目的 啊